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3回 就将最近百年和近期发生的事情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那些妖兽竟然又找上门来 还要见我 韩丽双目一睁 闪过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不过他倒没有迟疑什么大步一动 立刻呢向大厅走去了 几个转动之后 韩丽就出现在了大厅的门口处 里面竟隐隐地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韩丽眉梢一条 没有客气 立刻走了进去 里面正在说话之人立刻声音一顿 目光全都扫了过来 结果呢 一个个变得是目凳口呆起来 韩丽目光一扫 就见大厅的两侧站立着四头妖兽 正是当初和其交易过木铃花的 牛小兽 金元 三蟒 以及巨大猪妖等四个妖物 在大厅主位上 一名青袍人笑咪咪地坐在那里 赫然那是另外一名韩丽 坐着的韩丽 一见韩丽进来 脸上笑容一收 顿时肃然地站起身来 冲韩丽身诗一礼 拜见主人 恭喜主人 进阶成功 嗯 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 韩丽因为早已从第二原因中知道了一切 目睹此景 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只是点了点头之后 冲其摆了摆手 这些小事都是提魂应该做的 只是眼下之事有些重大 需要主人亲自做主才行啊 那个韩丽恭敬地回答道 随即目光一偏 落到了那些瞠目结实的妖物身上 顿时咧嘴一笑 接着其身形一晃 黑芒大放之下 顿时地化为了一只半尺高的小猴 然后一个跟头 奔韩丽飞去 韩丽袍一抖 在一片霞光闪动之下 小猴子一下子没入袖口中 无影无踪了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重新说说来意了 韩丽几步向前 坐在刚才提魂兽所坐的主位上 目中金光一闪 大模大样地冲下边的四兽问道 前些日子 前辈进阶石天象 我等都已看到 特来恭贺前辈神通大尽的 牛小兽总算从两个 韩丽的吃惊中的清醒了过来 盲身试异力说道 脸上全是恭敬之色 他此时自然知道 眼前出现的韩丽才是正主 哦 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进阶成功的 说不定失败了呢 韩丽黑黑一笑 不知可否地回答道 前辈说笑了 别人也许会失败 但以前辈的大神通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三巨蟒中间的头颅一摆 奉承的接口说道 韩丽听了此话 打了个哈哈 目光朝挤腰身上一扫之后 突然脸色一沉 好了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嘛 有关你们的来意 我已经知道一二了 说是来献宝的 有什么目的就直接说吧 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在这里浪费的 以韩丽如今的修为啊 是普通练须初期修饰修为的一倍有余 虽然为刻意释放什么气势 但声音一冷之后 大厅中的天地元气 还是被其影响之下 骤然之间呢 一阵剧烈的翻滚 四腰只觉得附近的空气一紧 顿时身上万斤之力压身一般 身形一阵摇晃差点就此跌倒在地啊 这个前辈息怒 我等真的是来献宝的 绝对没有任何歹意 牛小兽脸色大变 一边调动体内法力抵挡身上的压力 一边慌忙的冲含力大叫着说道 无缘无故的你们献什么宝 也罢 先看看你们的宝物 若是真感兴趣的话 再听听你们下边的言语吧 若是丝毫用处都没有 你们立刻就可以离开了 随着韩丽此话说出 大厅中莫名的重压一下子溃散消失 让下边四腰心中一松 再次的站直了身子 而牛小兽也不敢兜什么圈子 急忙冲一旁的金元使了个眼色 此元略意迟疑之下 往身上一摸 这个时候竟掏出了一个乌黑的木盒出来 然后挤不上前恭敬的双手捧上 杭丽也不说话 单手一招 木盒嗖的一声 立刻被射到了手中 刨袖呢往盒盖上一扶 然后顿时木盒表面是轻霞一闪 就自行打开 露出了里面所放之物 一颗拳头大小的鲜红的果子 表面遍布银色的丝网 光芒的流转不定着 韩丽有些惊讶呀 也不用四腰解释什么 当时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的点在果上 神念往里边灌注而去 仅仅片刻的功夫之后 韩丽神色连变树下 由开始的意外变化成了好奇 最后呢 眉头紧皱之下 又有一些惊疑不定了起来 四腰看到韩丽这般的表情 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但是 谁也没敢轻易的说什么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韩丽吐了一口气 将手指从盒中挪开了 这是一枚血性 真难为你们了 竟然连这种东西都能找到啊 韩丽看似随意的将木盒重新盖好 面向四腰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哎呀 前辈真是会远如据呀 一眼就看出了此物的来历了 这个东西是我们四个人 在黑影山脉的一处破损的上古遗迹中找到的 如今呢 特来想献给前辈 刘小兽见韩丽真的认出了原珠的来历 心中暗暗吃惊 但是口中恭敬异常的回答道 嗯 我没记错的话 此物具有幻血炼体奇效 使你们妖兽进阶时难得的辅助灵药 算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奇物吧 你们既然连此物都舍得拿出来 看来所求之事不小吧 此物对我的确有些用处 你们有什么要求就说出来听听吧 杭丽双目一眯 不慌不忙的说道 见杭丽如此神态 刺妖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还是牛小兽倾可立身开口说道 既然前辈将晚辈的这点心思 全都看透了 晚辈也就没有什么隐瞒了 我等四人这次前来 也是性命攸关 迫不得已之举啊 小兽神色一样 带有几分哀求之色的说道 杭丽却面无表情 只是默默地望着此兽 不言不语 小兽见此只能勉强一笑之后 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 我等必须向天旁人供奉之事 应该瞒不过前辈的 但是山脉中灵雾 这眼瞅的是越来越少 恐怕再过千余年 这也无物可供了 所以我们这次前来啊 想请前辈出手 帮我们四人除去身上的奴痕 让我等恢复自由之身 不用被困此道之上了 只要前辈答应此事 晚辈等人不但愿意奉献出这枚血性 并还愿意将我等多年寻找的其他一些的珍惜之物 全都献给前辈 虽然说我等修为神通 在前辈眼中不算什么 但是在寻宝上还有一些天赋 应该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奴痕 我说 你们如此听话的没有远离呢 原来真的被天鹏族人下了禁止 好吧 先看看再说吧 寒厉神色一动 忽然抬手虚空一抓 一片金色的金芒 从指尖中飞卷而出 小兽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只觉身体一紧 随之一股犀利 凭空降临身上 身躯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飞向了寒厉 此兽一声惊呼啊 体型原本就娇小异常 背衣射之下 转眼之间 就到了寒厉身前数尺处 悬浮在半空中 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其余三兽可是吓了一跳 纷纷后退几步 露出了警惕之色 但是 寒厉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只是自顾自的 做自己的事情 双目蓝芒闪动之下 神念瞬间 就洞穿了此兽的身躯 开始检查对方身体 以及惊魂中的异样 巨蟒筋圆等三腰剑词 这才明白了寒厉的用意 心中一松之下 纷纷大喜过望 屏住了呼吸 静看寒厉的举动 突然呢 韩厉露出了古怪之色出来 接着一声轻笑 双臂齐举 食指连弹之下 扑扑的破空之声发出 一根根晶莹的青丝 从指尖处击尸而出 一闪即逝 全都没入到了 小兽的身体当中 接着 韩厉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青丝一段 打出了数道法掘出去 刘小兽身体 默然俱颤 随即身躯一挺之下 清光闪动之间 一条鲜红的虫影 被一团青丝包裹着 徐徐的 从小兽眉宇之间 强行拉出 那虫影呢 有数寸长 细看之下 竟是一道淡淡的虚影而已 但此虫影啊 刚一离开小兽 面门半截 突然身躯一扭不动了 任凭那些青丝灵光啊 狂闪不定 却没有办法再拉动 虫影分毫 而与此同时呢 小兽脸上 也变得是痛苦万分 嘴巴微张着 却丝毫发不出声响来 最后竟然头颅一歪 昏迷了过去 寒厉见此沉淫了一下 但是随即 眉梢一条 目中蓝芒一闪 口中一声嘀喝 背后上空青色光蕴一闪 现出了一只青色大棚虚影出来 此大棚一现身而出 就扬出了一声 洞穿金石的坚明之音 原本正看得出神的三腰 一听此鸣叫之声 只觉浑身一麻呀 纷纷双腿一软的 瘫倒在地上了 难怪三腰会表现得如此不堪 就在这个时候 青色大棚在寒厉法掘一摧之下 头颅闪电一般的朝向小兽 头颅上一捉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纹丝不动 根本没有办法拉出的鲜红的虫影 竟一下子被大棚勾嘴轻易的给叼出 然后一扬头颅直接吞进了肚子里边 再一次的奸明过后 大棚虚影就此凭空溃散了 巨蟒等三腰这才颤颤抖抖的 重新从地面上爬起身子来 但是一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望向韩力的目光的全都是心惊胆战 韩力却没有理会三腰 只是打量了一下身前的刘小兽之后 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即单手虚空一抓 对时青丝发出破空之声 从小兽身体中击舍而回 被他重新收了回去 而在青丝离体的一瞬间 小兽眼皮冻了一下 但是仍然没有马上的翻转 韩力眉头一皱 但是随即一直袍羞一抖 一股清蒙蒙的灵光飞射而出 注入小兽身体当中 不见了踪影 原本昏迷不醒的小兽 体表呢绒毛一抖 终于双目徐徐的睁开 行转了过来 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感觉一下 体内的弩痕是否还存在啊 韩力往椅子上一靠 冲牛小兽悠然说道 小兽呢刚苏醒过来 一听此话一愣 自然下意识的一言照做了 结果片刻之后 此兽脸上顿时现出了狂喜之色来 太好了 太好了 奴痕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多谢前辈大恩 小兽急忙冲韩力 大力参拜 这奴痕自从被种下之后 一直让小兽是痛苦不堪 容金一下子被去掉 才让他心中是欢喜无比了 其余三兽见此 也全是大喜过望 对牛小兽恭喜不已 接着 纷纷用期待的目光望向了韩力 呵呵 不用急 一个一个的来 韩力淡淡一笑 随意的指了一下金元 此妖顿时大喜啊 蹦跳着主动的凑了过去 就这样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小兽四妖体内的奴痕呢 全都被韩力清除干净了 四妖对韩力呢 自然是感激不尽呢 不停的连连拜谢 你们走吧 我只不过和你们做一笔交易而已 哎对了 你们下一次对天鹏族的供奉 是什么时候 韩力忽然想起了什么 问了四妖一句 前辈放心 我们上一次 才缴纳供奉不久 没有数百年的功夫 天鹏族人不会再来岛上的 牛小兽猜出了韩力几分所想 急忙恭敬地回答道 嗯 这就没事了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韩力一听此话 心中最后一丝忌惮 也放了下来 冲三兽呢 摆了摆手 数百年之后 他早就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就算是有些麻烦 又如何能 找到他的身上呢 四妖感激着告辞之后啊 韩力坐在大厅中 重新将那只装着血腥的东西拿了出来 他用手指夹着宝物 放在眼皮子底下 细细打亮不停 真的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宁恋凡圣真魔法相的材料 竟然又得到了一味 加上在天蓬族圣城中寻到的灵药 现在 只要再找到那传闻中的 严金之精 配合金髓金虫 就可以开始凝练法相实体了 韩力喃喃自语几句 脸上呢 泛起了一丝兴奋之色 将血性再次放回到墓盒里边 手上清光一闪 变得空空如也了 韩力在椅子上 目光闪动的沉淫了一下 起身朝大厅外走去 片刻的功夫之后 他就出现在了洞府要员的角落之处 在其身前处 赫然种着七十二根翠绿玉滴的青竹 胀许雷钩 被一层淡金色的霞光包裹着 韩力站在这些飞剑前 凝望了片刻 忽然伸出一只手呢 捏住了离他最近的翠竹的叶子 但是 在手指刚一接触竹叶的瞬间 一声霹雳发出 一道金壶从竹子主干上浮显而出 不客气地击打在了手掌的后背上 呲啦一声啊 手掌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金壶立刻 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竟被吸收而走 韩力对这一切 视若无睹 而是闭上了双眼 似乎通过手指所捏的竹叶 默默地感应着什么 半晌之后 韩力这才默然睁开了双目 松开了脆竹叶片 但是眉头微皱啊 虽然方法有效 但是这转化过程 似乎比预料的慢了一些 看来再封印些时候更好些 先去忙其他的事情 韩力摸了摸下巴 自语了两句 随之他身上金光一闪 化为了一道金红 朝药园外击射而去 闪了几闪 就不见了踪影 没有过多久 韩力出现在了另外一间四方石室当中 此房间呢 放着七八个大小不一的炉顶 被摆放成一圈 中间呢却有一丈多高的石台 表面一个圆形大洞 被一个白玉盖子遮蔽得严严实实的 此盖子散发着一层淡淡的白气 阴寒异常 竟是用一大块玄冰炼制而成的 石室四周的木架上 则堆放着大大小小的一些瓶瓶罐罐 一股浓浓的药香飘散而出 这正是韩力所设的炼丹式 那些瓶瓶罐罐当中 全都是一些成品或半成品的辅助的药物 虽然大多普通 但又是常用而不可缺少之物 韩力懒得将它们收进储拙中 自然呢就放置在了这里 目光在那些炉顶上一扫之后 最后落在了一个中等的青顶上 韩力抬手先冲石台盖子一抓一放 顿时此物一下子同空飞起 重重的落在了一旁的地上 发出了沉闷的一声巨响 竟然是沉重异常 而在盖子飞出的同时啊 一股赤红的火光一下子就从大洞中飞窜而出 整间密室中一下子就变得炙热难当起来 韩力毫不犹豫的冲青顶一点 此物轻轻一晃 顿时呢在原地是模糊不见了踪影 不大一会儿啊 此顶却出现在了赤红火焰的上空 在火光映照之下 滴溜溜的旋转不定着 韩力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一掐绝啊 冲着轻顶的打出了一道法绝出去 正好卡在火动之上 将那些赤焰的遮蔽的是严严实实的 韩力见此情形 这才长吐了一口气 然后一抚手腕上的储物灼 清光一闪过后 献出了一只玉霞 将霞盖小心的打开 露出了树莓紫色的浆果 每一颗都有拳头大 饱满圆润 似乎充满了透明的枝叶 散发着诱人的奇香啊 将果内部每一颗呀 都裹着一条条栩栩如双的 小龙状的果盒 晶莹剔透 唯妙唯消至极啊 这正是韩力慕灵族之行 在途中得到的 知龙果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984回 听凡人修仙传 第984回 用知龙果炼制的腾龙丹 对炼虚初中期的修饰 都有着精进修为的奇效 韩力如今呢 已经进阶炼虚期 自然准备开始炼制此丹药了 不过呢 此丹药炼制之复杂 也是韩力生平罕见啊 光是配合此丹的几种辅助的材料 那就需要单独进行一番炼制的 要耗时大半个月的 但是好在啊 这知龙果的催熟时间也极长 足足是三万年才能成熟一次 而先前忙着催熟金蕾竹和青螺果 尚未来得及呢 是大量的催熟啊 故而还要等上数年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力将这知龙果一收 单手冲一旁的木架上一桩 十几个瓶瓶罐罐立刻稳稳的飞射而来 韩力在炼丹室 这一待就是半个月之久 再次出来之后 又进入密室中 开始巩固才刚突破瓶颈的修为 当然了 与此同时呢 他也开始真正的参悟那套春梨见证 在此期间 小兽等四妖 还真带着一大批珍稀材料送上门来 这些东西虽然说价格不菲 但是大多对如今的韩力用途很少 自然了 还是那提魂兽所化的韩力 坦然接受了 四妖的没有办法变出 眼前出现的韩力的真相 但仍是盲口感谢之言 丝毫不敢流露出不敬之色 提魂在第二原因的受益之下 大模大样的收了东西就打发这几腰离开了 至于他们是否过不了多久 就离开巨岛 从此海阔天空 他就根本不管此事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边 一切如常了 数年光景一过 第一批之龙果终于催熟而出 韩力闭关中出来 开始大量的炼制腾龙丹 结果此灵丹 不光炼制过程是复杂异常啊 承担率更是低的惊人 以他现在的炼丹宗师的造诣 十次炼制下 竟有是七八次失败的 韩力心中啊 早有所预料 此丹炼制不易 但对如此低的承担率 还是吓了一大跳 这才知道 能精进炼虚期修饰修为 丹药炼制之难呢 还远在传闻之上的 怪不得天渊城拍卖行 从未见过由此种等级的丹药 拍卖过的 恐怕就算是有炼丹师 稍微炼制一些 还根本不够自己服用突破瓶颈 哪舍得轻易地拿出来呀 至于直接拿此等丹药 用在平常的修炼上 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吧 但也绝对是寥寥无几的 虽然韩力心中感到有些郁闷 不过呢 有神秘小瓶在手 其他辅助材料又不是什么珍惜之物 只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倒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就这样 时间就在行列 炼丹闭关 再炼丹 再闭关 重视徐徐过去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四十年后 洞府密室当中 韩力盘膝坐在地上 两手掐绝 身上金色的光运流转不定 正在全神贯注着修炼着 但是忽然之间 一段莫名的毛骨悚然的感觉 降临到他的头上 让其一个机灵 收起了功夫 站起身来 这好像是大神童修士 用神念扫描此地 难道是 韩力师生一下 一下子变得 惊疑不定起来 能够洞川其布置在洞府外 层层进制 直接给其带来这种惊人压力的 自然不可能是同阶修士 但是 合体级以上的修士 怎么会到此岛 如此荒凉之地而来呢 难道天鹏族的那几位长老 还是其他非灵族的老怪哦 韩力目光闪动 心念急转不定 但是 只沉淫了片刻之后 就身形漠然一个闪动 推开了石门 离开了密室 片刻的功夫之后 韩力出现在了另一间的 上面铭刻有一个 巨型法阵的厅堂当中 在法阵中间呀 有一座石台 上面摆放着一面 六角形的铜镜 隐隐散发着荧光 这正是韩力 因为新领悟了 九宫天前符 而改动了数次的 万龙珠进制 如今此珠 不但可将范围 一下子扩展到 数千里之外 并且其中的微妙玄傲之处 也大非以前可比的了 韩力几步向前 站在了法阵中间 两手一掐绝 打出了一道清光 没入法阵当中 顿时啊 整个法阵 嗡鸣之声大起 各种霞光浮现而出 其往石台上铜镜 一卷而去 镜子在霞光 纷纷没入的同时啊 一声低鸣过后 表面荧光一闪 漠然喷出了一层 胀许大的银色光幕出来 在光幕中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光点 是闪动不已 韩力目光一扫 漠然神色微变的 落到了银幕中最边角处 两个刺目异常的光点上 什么 竟然是两个人 韩力吃了一惊 露出骇然之色 但马上凝望他们 眼皮都不眨一下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两个光点 在光幕上一动不动 既没有朝 韩力洞府过来的意思 也没有就此 飞离此地的样子 韩力神色 不禁阴晴不定起来 很明显 这名可怕的存在 并不是找他麻烦的 否则在神念 扫过他洞府的同时 就应该马上飞驰而至了 但是这两个人呢 又在此地不肯离去 看来也不是路过此地的意思 这可就让韩力有些头大了 以这二人的修为 显然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里的 谁知道这二人是敌是友 还是另对此岛有什么所图 这二人离自己的洞府不过数千里远 甚至一个大神通 威能都可能直达自己所在 自己可别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啊 如此思量着 韩力担心异常 再加上先前神念扫过的时候 感到的那股冰冷之意 让他在不知二人的目的下 更加的忐忑不安 他面色凝重的 想了一想 望了望足下的法阵 默然一咬牙 暗下了决心 韩力单手啊 重石台上的铜镜虚空一点 此境微微一颤之下 缓缓的腾空散发出了刺目的荧光 同时呢 韩力口中念念有词 一张口 一团精血喷出了口外 扑地一声啊 血团刚一接触到铜镜持续远处暴力而开 化为了一团星红的血雾 一下子将整块镜子笼罩其中 表面荧光闪动了几下 就此被吸入到了镜面之中 原本荧光灿灿的镜子呢 瞬间也就变得鲜红无比起来 接着喷出的银色光幕一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重新喷出了一片五色霞光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五色霞光再次重新组成了光幕 刹那之间表面的冒出了一股股的乳白色的灵雾 这些雾气啊 一阵方滚之下 竟化为了一幅清晰异常的画面 在此画中的一切东西均都是雾气幻化而成 除了大小缩小的数倍之外 其他的一切啊都是栩栩如生 真实至极 韩力望着雾气中的画面 瞳孔却骤然一缩 画中的景物熟悉异常 赫然是那黑明雾海边缘处的某处小山附近 在山头上 正有两名打扮不一的义族人 并肩站立在那里 两名义族猛一看 和人族有些相似 一名身材高大 相貌俊美 头生有一只银灿灿的独角 仿佛才三十来岁的青年 另外一人呢 赤红长须直到腰间 死于眼珠 脸颊带有鱼鳞似的淡淡的鳞片 身穿绿色兽皮 这二人此刻面向黑明雾海方向 正在滴滴的交谈着什么 片片白雾幻化的画面 却没有办法送声音神效 丝毫言语之声的都没有办法听到 韩丽望着这两名 一看就不是非灵族的义族 心中微臣啊 若是非灵人 他以天鹏族圣子的身份出面的话 想来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既是其他异族的可怕存在 这一切可就不好说了呀 这些老怪物大多是喜怒无常 万一平白被对方下了毒手 那岂不是冤枉死了 但马上离开此地 暂时的躲避一下 惊动这二人之下 会不会反而触怒了对方呢 韩丽面色迟疑地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突起啊 正在交谈的那名白袍独角青年 一扭头 竟然在画面中大有深意地和韩丽目光一对 随即啊 双目爆出了刺目的银芒 韩丽只觉得双眼一阵刺痛 急忙是倒退了两步 大害地闭上了双目 就在同一时间 原本清晰一场的画面一阵模糊 嗡鸣一声过后 就在银芒狂闪之中爆裂开来 砰一声之后啊 化为了一团团的白雾 溃散消失了 韩丽愣愣地站在原地 目露骇然 刚才看到的一切 是他不惜元气 强行啊 激发龙珠所具有的一种神效 可以借重附近埋下的数颗珠子 临时将附近的景象的悄然传回 并且是隐地异常啊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那名独角异族青年 神识竟然强大如此啊 才看了几眼 就被对方一下子识破 随后施法就破掉了自己的禁制 这二人啊 绝对是合体级别的存在 甚至还有可能是中后期的级别存在 现在对方已经知道自己动的手脚 是不是要马上离开呢 韩丽心中还是躊躇不定 这倒不是他存什么侥幸之心 而是生怕自己的贸然行动 反而给自己招来杀身大祸的 就在韩丽忐忑至极的时候 数千里外 一处和画面一般无二的景物处 那名独角的异族青年 双目蓝芒正在栩栩散去 任道友 你可发现了什么 死于眼睛的异族 开口问道 没什么 刚才有人用一种禁制悄悄地观察我们 但是已经被我破了 这些禁制倒是有些意思 独角青年微微一笑 单手呢 处附近的某方向 虚空一抓 扑斥一声啊 一颗深埋山头底下的白色的珠子 被一吸而起 直接落到了独角青年的手中 此独角异族人呢 将此珠抓到手心中 放到眼前仔细地看了看 口中接着发出了嘖嘖撑袭的声音 没有想到 此地还会有这种精致的监控法器 虽然等节比较低 但是非常实用 就是你我两子中 也很少有如此灵巧的类似的法器啊 任性对的东西评价如此之高 此地埋着此东西 应该不止一刻吧 鱼眼一足一愣 神念的往腹筋一扫 身上蓝汪汪的灵光一闪 突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呢 人就出现在了极远的地方 同时朝地面轻轻一抓 另一颗万龙珠击尸而出 落到了此人的手中 鱼眼一足啊 在身形一晃 再次消失不见 无声无息地返回了原地了 虽然有些独特啊 哼 但此东西 对你我两族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们族中又不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监控法器 鱼眼一足打量完毕之后 却冷笑了一声 手中蓝芒一闪 万龙珠瞬间凝结成冰 接着砰了一声 这珠子呀爆裂成了一堆冰渣 就此消失不见了 简凶 此话诧异 此东西虽然我等族中不是没有类似东西 并且还存在种种缺陷 但是足以说明 非灵人的炼气造诣 似乎比传闻中的可要高明得多 看来族中原先对非灵一族的旧识似乎有些偏差 独角一族青年却淡淡地说道 既然倒有如此一说 我们不如回头将这个人抓来 仔细地拷问一下 你看怎么样啊 鱼眼人 这眼珠一转 嘴角忽然之间露出了宁笑 算了吧 我们这一次只是来和非灵族交涉的 可并不是来下战书的 非灵族人的炼气术如何 一等我们进入了他们的腹地 还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个人修为也不弱 万一和非灵族那些老怪物沾亲带故的话 反而可能误了我们的大事 况且眼下我们不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吗 独角青年说道 目光一闪 盯着远处的黑雾 献出了一丝贪婪之色 润兄所言有理啊 这些非灵族人真是抱天天物 如此珍惜的真灵阴气 竟然就这样放在此地无人处理 正好便宜了你我啦 鱼眼人听同伴是如此一说 同样的目露兴奋之色呀 普通的非灵人不好说 但是非灵人中那几个老怪物不可能不知道此物的用途的 你我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说实话 要不是现在的确需要这个东西 我是真不想在非灵人地狱之内节外生枝的呀 独角青年目中一色一收 又露出了一丝迟疑出来 润兄还怕非灵人敢对我二人出手不成 我二人此次到此可是代表我等两族的 非灵人那些老怪物们除非他妈疯了 想让他们一族在灵界被抹杀掉 否则的话 就算知道是我们收走的这些阴气 也绝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鱼眼人却毫不在意地宁笑了起来 也许吧 不过我二人这一次跨扬而来 也不知道是走运呢 还是倒霉呀 原先探测到的玄天斩灵剑出现的区域 虽然学迹后竟然没有办法召唤到此玄天宝物 要不是族中大祭司又做出了一次预测 我等都不知道此宝竟然被人带到了非灵人居住之地了 这倒有些奇怪了 难道那玄天斩灵剑竟然提前落到了非灵人手中 应该是这样吧 要不就是那几个小族故意派人呢 将此玄天宝物派人带离诞生之地 跑到了非灵族人这边来 但是对我们来说又有何区别呢 鱼眼人冷笑着说道 的确没有区别 我们二族这次联手花费了惊人的灵食 才将我们阁阳传送到这个大陆来 绝不能让玄天斩灵剑落到其他大族手中 若是平常的玄天之宝那也就罢了 但是玄天斩灵剑一现世可就排名第三 如此威能的玄天之宝绝对不能落在那几族人手中 无论天原大陆的哪一族胆敢聚焦此剑都将被你我两族联手诛杀的 这非灵族人在天原大陆上算得上是有些实力的 但是面对我等二族那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 只是阁阳派人过来实在是有些麻烦罢了 否则的话何必和他们这般客气 独角青年呢 目中寒光一闪引败杀鸡的说道 的确啊 虽然以你们教皇族和我们海王族两族 只要拿出十分之一的实力 就可以轻夜的灭掉这非灵族这等族类 但是远济离的功法行动 很可能给那几族带来可乘之机的呀 非灵族最好乖乖听话比较好 鱼眼一族人阴森森的一笑 好了 既然你我都不想放弃这些真灵阴气 那就快些动手吧 然后抓紧赶路 再去拜访一下非灵族的那几个老怪物去 独角青年长吐了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的说道 哈哈哈哈 润兄这话算是说对了 鱼眼人一声狂笑 两手一搓 突然身体绽放开了一层层的蓝色的波纹 转眼之间呢就扩展到数百亩大 几乎占据了大半的天空 随即灵光一闪 此蓝纹瞬间化为了蓝色波涛 随即鱼眼人一张口啊 喷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数寸高的葫芦 两手一拖 在波浪中轻轻一晃 轰隆隆之声连绵响起 四周水浪瞬间以葫芦为中心 疯狂的旋转了起来 四周波浪一波高过一波 最后竟然掀起了数十丈之高 彻底的将鱼眼人呢包裹在了里面 旁边的独角青年剑刺 微微一笑 单手突然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呼啸之声大气呀 一股清凛凛的飓风 竟从青年天灵盖中狂举而出 随即体积狂胀几个闪动过后 就化为了直径树杖的庞然大雾 直冲九霄云外 一声洞彻九天的长啸 从飓风中传出 狂风戛然而止 漠然溃散消失 一个身高百丈 清光闪闪的带脚的怪物 出现在了半空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樊仁修仙传》第985回